全自動雙站穿梭機 大家好 我是雪人 今天要介紹一款 XPD-S全自動雙站穿梭機 它搭配了雙層的工作平台 是一款多功能且高性能的熱轉硬設備 然後這一款兼顧的熱轉硬設備 它有配備了一系列的功能 能夠滿足各種需求 確保每一項的精確度和效率 然後接下來我們針對於 雙站穿梭機的功能說明 然後它一大有四大特點 好 那我們先針對按鍵的特點來做說明 第一個呢 它主要是有這四個按鍵 然後主要都以OK鍵為主 然後按下一個OK的時候呢 它就是溫度的設定 然後其中左右兩個就是上下的調整 然後再一次OK就會來到了秒數的設定 秒數設定上下左右鍵也一樣是時間的調整 再來就按一次OK是第二次的設定 再按一次OK它就是正常的 好 就是開始啟動 然後再來呢 我們看到這個鍵 這個鍵呢 主要是它的移動平台 當你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自動會移動 它會左右移動 它不是用手動的 而是用按鍵來控制 好 那我們再按一下 它一樣它會再回來 好 然後再來呢 這個按鍵呢 是Reset 就是緊急按鈕鍵 好 然後這一個面板呢 是它空壓的那個數據 好 再來 接下來呢 我要說明的就是 我們這兩個綠色的按鈕呢 它就是下壓鍵 那這一台呢 它有特別的做防呆的裝置 所謂的防呆裝置就是 我按單邊綠色按鈕的時候 它並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必須要同時按這兩顆綠色按鈕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燙盤才會往下壓 然後在我們下壓的過程 如果遇到緊急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按那個緊急按鈕 然後它就會 燙盤就會快速的上升 以上呢 是這些按鈕的說明 好 那它第二點呢 它就是有一個雷射的定位系統 可以透過雷射光速呢 投射到產品上 然後可以讓我們可以精準的對位 確保完美的對齊 並且降低印刷錯誤的風險 好 那第三點呢 就是這個工作平台 它有很大的儲存空間 你看它會有兩層 跟我的底板又很接近 所以我在拿取的時候 會非常的方便 好 那它第四個特點呢 就是它們這麼大台的工作桌呢 你看我一個女生 就可以這麼輕鬆的拉動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平台呢 可以將衣服整件穿進來 在燙印的時候呢 避免有高低落差 好 那你看喔 這樣子穿起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很整齊的 然後利用我們紅外線 幫它做對位的 幫它做對位 好 那可以看一下 對位在上面 OK 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用DTF膠片做燙印 然後你看喔 這個圖片很精緻喔 它是用最新的AI技術生成的圖片 那如果對AI技術生成圖片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做聯繫喔 好 接下來我們開始印製囉 現在目前平台是在左邊 那我們按下去之後呢 平台就會慢慢的移動到右邊 好 等它就定位之後呢 我們再開始下一個動作 好 它就定位了 那我們就開始按 雙手要按綠色按鈕 它才會下壓 好 那我們現在等它20秒 那燙印完成 我們就讓它移動過去 好 那DTF的部分呢 我們就直接撕起來 那因為DTF的部分 它如果在用第二次燙壓的時候呢 它會有固色的效果 比較牢固 那一樣我們再把平台移回來 好 按一下 第二次燙印呢 時間為5秒 在這邊 然後一樣雙手下壓 好 平台就下壓 然後因為只有5秒 所以它很快就會上升 好 一樣上升之後呢 我們將平台移到左邊 這樣就印製完成 來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印製結果 好 喔 以上是我們雙站穿梭機的操作過程 如果有興趣體驗的朋友 歡迎來電與我們洽詢